原来小李的生母在和李先生的婚姻存续期间做了十分过分的事情,两人由此恩断义绝,不再往来,家族中的人大都知道这件事,小李也非常清楚他的亲生父母已经成了仇人,所以他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在亲生母亲那儿办了婚礼,解密之后他用发怒的方式掩盖了自己复杂的情绪。 此时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理解小李之前的举动,可是令陈女士气愤的是,就在这次冲突之后,小李和妻子还是选择了和生母在一起生活,为此陈女士多次进行劝说。 陈女士觉得,儿子小李的想法和打算也可以理解,态度也好了许多,她便和丈夫出外打工了,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没过多久,儿子小李却再次改变了态度。 突然间她又打电话叫我们来家分家,要分她妈的房子,我回来不行啊,她就一个电话一个电话,她你就过上班的上班啊,我们刚到家,她又跟她妈,她姨,她老婆都来闹事,那两口都上来来打我,儿媳妇骂我,妈的难听啊,特别难听,后来了,打派我锁电话。 才把这事给拼起了? 嗯,派我锁电话来了,就讲你们要东西上法院就要,我把她妈的立分书都给她派我锁电话,人家看了,人家你无理取闹,再这样就直接逮你们了。 第二天他们又到法院去,我就听,人家就说了,他们就告你们了,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让汽车三轮车碾到那半路上,我们就将你下来跟你说几句话,不行,手点着他吧,你是谁,我认识你吗,我跟你有关系吗? 那是他妈跟那个男的,就是他妈找那个男的,还有他舅,他媳妇都在车上,你当时追过去,你是想跟他说什么? 就想跟他说,是你妈前抛弃你爸的,走掉这么多年了,不是你爸不要他的,是不是? 你是希望他们不要去上法院? 对,我讲你一旦地乎公堂了,你父子永远这一切都解不开了,是不是? 我老公我不想看到他难过,其实我老公身特别好,善良,有时看他偷哭的时候,我心里难受。 小婷,你当时电话里说的还好好的,这个事有什么事好好说,但不久你去家里闹,那一次是干嘛? 我父母离婚的时候,是我父亲承担了三五元的债务,然后我母亲是经历出父,我父亲就是关掉两万,还差一万,这一万是欠我救责。 你是带着他们来要钱的? 不是,不是我带的,是我母亲自己过来,我们是两个情况,不一样。 那你来是干嘛? 也就是和他们分家吧,因为他们卖了另外一处房产嘛,家里面有两处房子嘛,转让出去一处。 自己非要给自己贴金子干嘛,你家有两处房子嘛。 我真的感觉没意思了,这样讲跟着就没意思了。 他家里面以前都破烂不堪,一个院的野草什么都涨湿了,一个家都不管看。 自从小李去了亲生母亲那儿,闹心的事就一桩接一桩的来,似乎小李是被亲生母亲给带坏了。 对此,小李是极力想撇清关系。 他虽然是和生母一起来的,但却是各干各的事,他不过是要来谈分家的。 因为继母和父亲名下原本有两处房产,他想要其中的一处,而这处房产已经被继母给卖了。 说到房子,陈女士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 陈女士说,卖掉的根本就不是房子,而是一块荒废了许久的空地。 丈夫家原本只是一层破旧的平房,他嫁过来后,拿出自己打工赚的好几万块钱来修建房子。 对这个家,他可谓是倾尽了全力。 可是到头来,自己却成了炮灰,被妓子和儿媳妇针对。 陈女士委屈不已。 此时,厂下作者的陈女士的丈夫,也就是小李的父亲吉了。 他表示,儿子来说房子问题是岔开了话题。 最关键的问题,还是在小李和他生命中。 拜托塔与他,自己相机伤入可以 你尹 허�屋独毛astern国团境进 purchases。